1992年10月14日 中国国家版权局宣布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早最全面的国际版权保护公约 博尔尼公约的第93个成员国 这个公约于15日起在中国正式生效 这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已全面进入世界同步水平 1972年10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马尔代夫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版权保护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版权保护体系